今天要來報告開放政治獻金的一些進展 跟我今天需要的人 那上一次在Hackzone 8的時候 我們就是號召了鄉民來做人肉OCR 然後結果開發出讓鄉民欲罷不能的小遊戲 那這是一個算是GTV一個很棒的 Crossourcing的嘗試 那我們也意外因為這樣子的嘗試 不小心抓到了500人的鐵證這樣子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開放政治獻金的成果 跟大致我們接下來想要往哪一方面推進 那首先我會從這六個角度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目前的成果 然後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天坑 首先我們在技術上面開發了進監察院 然後把東西印出來的業隊長縮印書 然後還有切豆腐師傅榮妮王 就是怎麼樣把PDF切切切 切成大家肉眼辨識的豆腐 那最後當然是美國鄉民在電腦前面的OCR 網站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有認領任務的一個討論區 然後政治獻金數位化的遊戲型網站 然後還有政治獻金資料庫 把資料Data匯到前端 讓大家可以直接檢閱 也有一位服務業 他做出了視覺化的一個呈現 所以在資料部分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都在這個表上 那只差了 只差一點點還沒有補上去 如果說各位有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接API 或者是把Data直接整個扣下來 文件的部分 目前我們產出了純文字版 跟就是圖像版的SOP 然後因為開放就是現金獲得廣大的迴響 所以我們在媒體上也得到不錯的曝光 跟PTE8怪板的聯絲報 那當然我們也有美燕的設計師加入我們的團隊 所以有很漂亮的圖像等等的設計 好 那接下來我們也希望可以從源頭改進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查閱辦法修改處 希望可以直接從裡面帶進PDF的電子檔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來了 就是工程師們 我們需要你 因為目前就是 我們希望資料的部分 可以在前端就讓使用者直接做搜尋 去搜栏位裡面的人民公司等等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說在那個 數值的部分可以去做排序計算 然後基本上會做Mockup 好 然後再來是因為要更多資料 所以我們需要做SOP2.0的釋出 所以希望視覺設計師跟文字文案的部分 可以過來協助我們做SOP 跟一起來做前端美化 好 最後如果你對開放檢查院 政治現金數位化 還有陽光照亮 這場外景有興趣 都歡迎來到我們 OK 出來